有馬翻車 棒球小將一度命危 靠著熱愛棒球的決心及驚人毅力 他從冰死邊緣重回球場奔馳 遇到什麼事情都不要輕易放棄 堅持到後面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八仙城暴改變張承綺的人生 百分之五十五的燒燙傷 讓火爆小子一夜長大 因為我們的受傷 然後讓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知道 在台灣也是會發生城暴意外的狀態 高雄氣爆灼傷拔火英雄 于泰韻不具異樣眼光 推動臉部平權 可能這次的事件之後 還留下我這次沒有把我叫走 可能上天還有他的安排在 九二一大地震慘遭活埋 恐懼一度壓垮了蘿維症 那種活埋的感覺就是 一個洞你被丟進去 然後你裡面是沒有辦法呼吸 就是老天他沒有帶走你 他應該是有一些事情 要讓你繼續去完成 走出災後陰霾 勇敢的人們傷癒後重新出發 您好 歡迎收看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潔 去年4月台鐵發生了73年以來 最嚴重的死亡意外 一台工程車輛從山坡滑落鐵軌 撞上了行經的太魯閣號 造成了49個人斷魂 188個人受傷 發生了這麼嚴重的公共安全意外 政府這才希望能夠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避免再發生悲劇 但是改革的腳步是不是太慢了 因為就在2018年的10月 普悠馬號列車才出了一次 重大的翻車意外 當時18條人命換來5份檢討報告 就不了了之 而死裡逃生的幸存者 在政府沒有提出有效策略前 也只能靠自己渡過難關 今年17歲的王雨菲 原本是棒球界眾所矚目的明日之星 14歲那年 他就在這班普悠馬上 火車行經宜蘭出軌翻覆了 他一度命危 好不容易脫離險境 醫生要他做好心理準備 有可能這輩子都沒有辦法 再站上球場了 但是小男孩沒有放棄 反而咬緊牙關努力復健 奇蹟也就這麼發生了 只用一年的時間 他不但進入了棒球名校 也重拾最愛的棒球盡情揮灑青春 還是會怕 就是心情還是會怕突然這樣 非常 NAU 早安 所以是否比會順序 是硬是順序 怎麼會使用 剛發生事情到現在 做我的時候 現在都不會睡著 就算坐到台東一樣 都不會睡著 因為不敢睡 个头没有特别高 但身材却很精壮 他叫王雨菲 也是棒球队里的宝 你看那个干嘛的 不要给我看我 会这么害羞 全是因为同学爱闹他 一定要在我们面前 播放他之前打球的影片 在他制止之后 大家配着别的影片 火速吃完便当 接着就开始硬串的训练了 触棒的速度加快 一 二 三 四 OK 优秀 好 再一次 即便只是练习 17岁的王雨菲都拼尽全力 把握每次挥棒的机会 原住民 骰车人 加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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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重心都跑掉了 被教练这么一说 王雨菲笑得尴尬 毕竟打击曾是他的强项 国小时还因为拥有惊人爆发力 有台东小巨炮称号 可惜一场屠如其来的意外 让男孩的棒球路走得坎坷 这是汉死神擦身而过的瞬间 2018年10月21号下午 14岁的王雨菲跟同学从韩国交流返台 回程搭上开往台东的普庸马号 火车在宜兰出轨翻覆 他坐在第一节车厢 受到猛力撞击 被抛出车外 伤势一度危急 我那时候是侧躺在铁骨上面 然后我那时候张开眼睛 天就黑了 然后我就看不清楚旁边在干嘛 然后那时候第一时间起来的时候 就是想要站起来 因为想要走走看 可是起来第一下很痛 然后我就算了 我就直接再设回去 意外造成215人轻重伤 夺走18条人命 其中有五位是王雨菲同行的老师跟同学 以前六百多个日子过去了 梦魇记忆片段且模糊 但却又深刻烙印 就第一次起来是在铁骨上面 然后第二次起来我是在救护车上面 第三次是在进首饰房之前 然后第四次我就是在家务病房里面 我起来的时候我都以为我没事了 因为那时候都麻麻 没有感觉是这样 那时候就是因为在睡觉 睡觉然后才发生这件事情 对啊 就不敢再睡觉了 但现在就读桃园学校 要回台东老家也只有搭火车 内心深处的不安在所难免 但他努力用平常心 面对每趟返向路 就还是一直尝试 不要去害怕这些事情 仿佛告诉自己 鬼门关前都能硬走回来了 还有什么事做不到 反倒是一度命危被抢救回来后 看到不再一样的自己才是折磨 然后我小腿这边后面也有 肌肉断掉 然后开了三次的刀才把它弄好 就怕断掉 然后怕会影响到我后面的打球的状况 就没有那么乐观 因为其他部位我都还是有伤 然后医生叫我做好准备 有可能会回不到球场 因为伤势都蛮严重的 这等于宣告王宇飞才要起飞的 球员生涯已经结束 看不到镜头的慢慢復健路 一般人恐怕只有放弃了 但大男孩却比谁都勇敢 自己很想要回到球场上面运动 就觉得反正这点小伤也不算什么 因为觉得自己还可以能够打球 不会因为医生说的那几句话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能够打球 应该是腰这边的伤口吧 因为那时候医生 那个时候都肌肉的筋膜都黏在 想要推开 然后推开那个感觉就很痛苦 然后就会想哭 可是又不敢哭出来 就怕家人担心他强忍泪水 告诉自己不能放弃 虽然14岁招逢意外身受重伤 却也让他的心理素质快速成长 所有人都给我一直鼓励加油 还有我家人都在我旁边 就是觉得自己不能随便就放弃 因为他们都在那边看着我努力 不能自己因为放弃 然后就不忍心打球 就是要做给他们看 让他们也可以让他们安心 努力让大人安心的背后 是王宇飞独自承受压力 车祸后咬牙附件 让他错失了中华队选拔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 半夜的时候跟开户华骂的时候 才会自己在那边偷偷哭 因为不希望别人为我担心 我还是会埋怨 就是埋怨自己为什么会 自己会遇到这种事情 然后自己的棒球路 怎么会过那么困难 在最爱的棒球路上 他注定要比别人更辛苦 但王宇飞披荆脚棘 只用一年时间就重新站上球场 现在包上赖子 王宇飞 意外后的第一场比赛 他奋力挥棒 奔跑享受红土上的炙热 蛮好玩的 就很拼 有安打 然后自己也有守备 有接到球 可是那时候就是因为 一次的那个太激烈的扑雷 然后竟然就把我换下 因为第一次比赛 今天希望我慢慢来 可是自己就想要表现表现一下 因为很久没上去 然后他就把我换下来 因为他怕我就再次受伤了 手术后他努力把身体练壮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为的就是继续练球 索性高中王宇飞如愿 进了棒球名校 你也知道我们平正高中 在信念量这一块 的量是蛮蛮蛮大的 所以我一常担心他 没办法负荷 刚开始我也跟他顶顶说 你不要硬要跟人家比 你先自己自我调整 调整到一个阶段以后 我们会把量再跟你加强 你不要挤 不要超市过急 然后又造成二度伤害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腰这边啊 因为这边有受伤啊 就被东西插进去 然后我就不能随便地转腰什么 因为一开始还是会比较敏感 会怕痛 所以我就不敢打击 一直慢慢来慢慢来 这样也就慢慢来 我就慢慢地可以接受 刚升上高一时 王宇飞没有太多上场的机会 甚至在这样的轻棒名校 品正高中里 他倍感压力 他得比别人更努力 因为一切得来补益 那个站上球场上的感觉不一样 就特别的开心 然后跟队友相处起来 就特别珍惜和他们生下的时光 就跟以前不一样 不然以前不知道在干嘛 就一天过一天 很珍惜现在打球的时间 哇 球中了 有时候看到他这么辛苦 还是会想跟他说 可是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不一样 他想要更拼一点 有比拼光明的未来 只能靠自己 遇到什么事情 都不要轻易放弃 坚持到后面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17岁 一个小男子和起跑的年纪 王宇飞靠着过人的毅力 人生逆转胜 八仙城暴难一夜 改变了500多位年轻人的生命 当年20岁的张成奇 全身有55%的烧烫伤 陈鲍在他的身上 心里都留下了伤痕 而他是如何做到不再恐惧的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还记得2015年的八仙城暴吗 这一起公安意外 造成了15个人死亡 499个人烧伤 当年20岁的张成奇 参与学校才毕业一个月 本来要跟好朋友一起创业 却因为城暴事件 他的人生就此停摆了两年 全身55%烧烫伤的他 开了十次刀努力复健 最重要的是克服对火的恐惧 后来在母亲的协助下 一同创业 开启了早午餐店 现在已经是网路上的名店了 张成奇坦言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看到炉火 心里的压力非常大 实在难以承受 但是因为看到一路相伴的母亲 舍不得再让母亲为自己担心 才会咬着牙坚持下来 而现在 历经灾变的人生 已经逐渐步上正轨 他说这是他对妈妈最好的回报 因为我被烧烫伤过 所以我很 其实很怕气爆 或者是瞬间火冲出来的样子 其实帮你承担这件事 其实让我提早的 提早长大队 我有个在三下做 意大利探究馆的朋友 我去他那边做了半年吧 可是他会教我一些 西滩的观念这样子 喜爱料理 27岁的张成奇 走过八仙城报 现在是早午餐店的老板兼主厨 应该这样子 我每天睁开眼 我就是要到达那样的营业额 不然我没办法养活 我没办法养员工 我没办法养自己 我没办法养店 养房租 对 所以我每天睁开眼睛 我就是要 一定要到达这个营业额 不然后面会很辛苦 无论如何都要撑下来 因为这家店是他重生的动力 2015年的这场意外 让这个当年才20岁的年轻人 经历了生死交关 因为粉丝很多嘛 然后感觉前面有热热的光这样子 热热的然后橘色的光 然后看到有点热气 然后橘色的光的时候 就感觉到手会痛 然后就有个被火焰喷到的感觉 然后就往回跑 我觉得那是一个下意识的往回跑 还好当时仅仅戴住护目镜 他的脸几乎没有受到火伤 但全身55%的烧烫伤 却让人生停摆了两年 我复健了两年 但是我反复开刀了 大概十几次应该有 就是从我出院后 开始算应该十次吧 我猜啦 我的疤痕复原的不算好 就它很容易长肥后性疤痕 导致我的关节会不能动 然后生活作息会有影响 所以才会去开刀 为了让关节可以恢复功能 张成奇平均每两个月就要开一次刀 但手术之后的复健才是真正痛苦的开始 我在那阵子的时候其实我很想自我放弃 因为我觉得就已经够累了 然后就已经开到已经够累了 然后我还要重新学走路 我还要重新复健 我还要 我还要就是重新再养伤口 因为我刚开完刀后 它那个直皮的部分一定是很难养 一定是你需要去照顾它 对所以你要重新照顾伤口 所以我翻完覆覆很多时其实很累 可是促使我再去努力复健 就是不想给家里造成负担 就怕家人因此受累 因为张成奇从小单亲 知道妈妈的辛苦 想忍着痛都要快点恢复正常 我真的不想造成她的困扰 不想造成她的负担 即便我受伤了 我不想造成她的负担 我希望我能回归正常 然后能不让她担心 就尽可能不要让她担心 就是你还是很心疼这个过程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对 我有时候会来 想想我自己怎么走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 没想过自己的儿子 会成为公安事件的受害者 为了照顾她 王玉秀决定把工作辞掉 然后曾经有一次 我们是换到大概凌晨三点 我们俩都累了 大概还有一半还没有换完 然后我们俩就在她 因为我们都在沙发上换 她睡着了 我也睡着了 等到我们醒来的时候 已经天亮了 六点了 哈 我们才经久 我们已经咪了三个小时了 然后 但是她身上的沙布 还有一半还没有绑完 所以就会觉得这样 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撑下去 然后后来就辞职了 但生活还是要继续 念餐饮课的张成奇 过去曾经利用客余时间 在网路上卖过奶酪 是相当知名的团购甜点 因为受伤而中断 他心想或许这次 可以靠着奶酪再站起来 事情过了半年 快一年的时候 就我们觉得说好像 该找点事情做 不然家里一直没有经济来源 那时候决定说 那不如创业好了 创业卖个奶酪 我觉得那时候想法很天真 对 换算到就是放到现在来讲 会觉得很笨的决定 很白痴的决定 对 他如果去外面餐厅上班 有哪个餐厅会用他 应该没有餐厅会用他吧 所以我就觉得 我可能需要给他一个舞台 不然的话他 他未来怎么办 香草精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化学成分的东西 那它跟香草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但拿出积蓄帮儿子创业 就连自己都跳下来协助他经营 母子两有之一同 对食材有着相同的坚持 他们的奶酪只用天然食材制作 这个部分我们俩还蛮有共识的 就是会希望是用好的食材 我们都只相信就是 做餐饮的这件事情 其实好不好吃最大的元素 会来自于食材本身 张承琦除了制作奶酪 他同时也卖起早午餐 从食材开始完全不加手他人 这是我们的澳洲热眼 然后我们会先把他的热眼上盖肉 上盖肉拉起来 然后修他的筋膜后 然后再把它分切成小块小块 这样的步骤 对当时还没完全恢复的张承琦来说 每一步都是逞强 但靠着意志力 他慢慢地让自己习惯压力医 与疼痛并存 我觉得就是逼自己允许 对我戴着手套的时候 我来做菜 我来复健 我来洗碗 我觉得我今天恢复得到那么好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有个地方可以让我工作 对我们就是自己创业 然后我工作 然后我强迫自己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从事餐饮与火为伍 张承琦坦言刚看夜时 他总是在恐惧中做事 因为连小小的火光都会感到害怕 但为了妈妈他得坚强 这一路走过来六年 我是看到承琦的整个成长跟对变 对 就是 那个是这个世界让他 我觉得真的一戏之间变大人 然后开始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然后我自己也看到他对 餐饮的热情跟坚持 很多人会问我说 你怎么花这么大手笔 然后帮孩子创业开这个店 我觉得当你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他 对于做餐饮这件事情的热情 然后你从他的眼神 看到他的那个坚定的眼神 你就会觉得你应该支持他 因为我以前很爱玩 对 我以前 其实不太管家理由 就是一般不太管家 就是我妈有这个儿子 可是基本上每天看不到我 受伤后就比较 然后以家里为主这样子 就是会比较常待在家里面 就是我妈要我陪他去哪 我就说不要 你跟我弟去啊 对啊 不要啊 他那么闲你跟他去啊 这样子不会 我现在都会 我妈都说好 然后我带你去这样子 对 比较常陪在他旁边 我妈是说她是捡回一个孩子 她是这样讲 在两三年前采访她说 嗯 我捡回我一个儿子 这场灾难让张成奇学会感恩 也让他急速成长 面对网路上网友对八仙 承报商有的恶意攻击 论坛上充斥着浪费社会资源 受伤活该这类伤人的留言 他选择站出来正面回应 他们那种很严重的 截肢的他们凭什么 他们今天也是合法去玩的 他们也没做错事情 他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跑去一个合法的场所 买合法的门票 经过政府机关审核的东西 去玩 受伤了 还要被你骂 然后他现在还不能给你吵架 然后我就把你吵了 曾经被网友谩骂 网路霸凌 让他那阵子身心都是煎熬 孙明其实不太能理解 就是你在网路上的所作所为 其实会留下记录的 你在网路上的打字 你无心的一句话 其实我觉得会伤人 其实我觉得会伤人 只是有没有被伤 你要伤及的目标 有没有看到 于是他选择转念 将这次的意外 当成是老天爷给的考验 因为我们的受伤 然后让台湾2300万人知道 在台湾也是会发生 承暴意外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承暴其实很危险 承然其实很危险这件事情 八仙承暴的那一夜改变了张承岐的人生 变调的青春失去了梦想 张承岐与妈妈选择用爱修护 这一路不容易 但母子两人始终紧紧相依 跨过这一道道的伤疤 八仙承暴的前一年 在高雄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气暴意外 在那场意外当中 许多的死者伤者都是消防人员 当打火英雄被火所伤 又要如何走出人身冰土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014年7月31号深夜到8月1号凌晨 高雄市区因为屏息外泄 发生了严重的气暴意外 造成了32个人死亡 超过300人受伤 在这场意外中 有许多受难者是消防人员 高雄市消防局第二大队的 副中队长于太运 在意外发生当晚 他的脸部跟手部 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 但是在加护病房住院28天 还不是最难受的时候 出院之后 他历经了多次的清创 直皮 复健 这是一段痛苦难熬的慢慢长路 但是于太运在家人的陪伴 跟阳光基金会的协助之下 走过低潮还重回职场 并且积极地投入了 推动恋不平权 打火英雄是如何浴火重生的 一起来看 信道8 信道 信道10 消防人员的职责 就是保护自民生命财产安全 当时真的是在那时候 已经傍晚已经晚上了 我们到一新路跟广东三街那边 来做一个处置 在那边待命 砰一声我就整个就被震 可能这次的事件之后 可能还留下我 这次没有把我叫走 可能上天还有他的安排在 56岁的于太运 任职消防工作已经30多年 他现在是高雄市消防局 第二救灾救护大队 第二中队的副中队长 这是他热爱的工作 尽管这份工作在他身上 落下了伤 嘴巴的宽度 可能多少都会受一些影响 嘴巴还是要撑一下 我还是 我脱起来稍微 我还是要 我嘴巴还是要稍微 但是我家嘴 这脸是还是紧绷的 于太运的脸部和双手 共进行过14次手术 在2014年7月31日深夜 至8月1日凌晨 高雄市区因为屏息外泻 消防局接获多起报案电话 于太运当时任职前金分队 第一时间他带领队员 前往现场勘查 没想到被气爆波及 身受重伤 我真的是跑来跑去 因为里长来还是林长来 是有民众反应 我们当然就过去那边 做一个勘查 那时候我想说 童姐你哥那么久了 夏天很热 那么热的天 像一已经穿了好几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你说不脱血才奇怪 那时候我就请同仁说 你们先到车上 把笑容衣先脱掉 在那边在车上吹冷气 这样比较舒服 那我是当主管 我就全身就穿笑容衣 我就坐在 应该差不多20分钟以上超过 因为真的很热 然后我刚站起来 头套那个手套拿起来 这样插脸 砰 就同仁上车轮替的时候 然后 韻哥就是一个先留下 说不然同仁先上去休息 所以变成我们那次出行的同仁之后 我晕哥一个人受伤 不然那个时候可能 如果没有替换的话 可能是整车的人 全部都会受伤这样 炸了之后 我起来之后 就听到同仁 快快 我把他喊起来之后 我那时候感觉 好痛 我那时候 眼皮已经盖住我的眼睛了 盖住我的右眼 另外一只已经盖住我的右眼 于泰昀让队员上车休息 这个指令救了所有人 但他自己被严重灼伤 面目全非 就连赶到医院急诊室的太太 和儿子都认不出他 其实他们已经绕了一圈了 在急诊室绕一圈找不到我 因为我的脸已经 整个头发了 整个脸都已经 这个皮都已经 你看不到 因为烧到都黑掉了 然后我就说 我在这边 第一个 你们不要哭 哥哥你帮我拍个照 我小儿子说不敢 我不敢拍 全身12%的面积 二至三度灼伤 于泰昀在家户病房 住了28天 但接下来的青创 植皮 奉剑 才是最痛苦难熬的 漫漫长路 那个总医师叫做 你忍耐 你的脸 你要相信我 我帮你擦了脸擦得很干净 因为你都是很多的杂质 很多的灰尘 你不给你洗干净 你后来脸会很难看 会疤很多 后来在水疗的时候 把我的脸跟我的手 从叫声叫到 从喊叫声 喊到你的杀牙 喊到你都没力气了 喊到你根本就没办法喊了 水疗时必须用力擦起伤口 还有每天凉血压时 当树袋一收紧 已经没有完好皮肤的手臂 就会开始剩血 于泰韵说 每天听到护理师 推着换药车来凉血压 就是他最恐惧的时候 凉下去 水压凉下去 好痛好痛 然后整个起来的时候 整个鲜血 那个床铺都一冒泡泡 冒血泡 然后一滩鲜血 我老婆讲说你请他是不是帮我 可不可以量什么地方 量脚还是量哪里 不要再量我的手背 因为我手背一量 可能我会死掉 我说我会死掉 我绝对会死掉 身体的痛 痛不欲生 但于泰韵还有心理的伤 然后有些小朋友说 妈妈你看那个人 等会等人家就会看 因为我穿压力衣 用你的余光 还是很多人会去看你 甚至有一些民众 他从后面赶过来 他就看到你 我在他前面 当时他在我后面 他就一直赶 一直咔 一直咔 一直超车车 就是要看你 他已经跟你平行了之后 他又给你瞄一下 眼神又瞄一下 那个好伤喔 受伤后外表的与众不同 让于泰韵感受到外界 不时投来的一样眼光 无论是好奇或是恐惧 都像是一根刺 扎在他的心上 但幸运的是 他在阳光基金会附件时 同时接受了心理资商 于泰韵学会释放情绪 慢慢找回受伤前的自己 现在的他 就算身上人有伤 也能勇敢坚强 因为其实烧伤 跟一般的疾病 有很大的不一样 其实出院之后 才是真正要开始 重建的开始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是在大楼里面 那他就曾经跟我反映说 他受伤初期的时候 去搭电梯的时候 发现好像有一些人 是不敢跟他 一起坐在电梯里面的 就觉得说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帮他们 去重建整个接纳的环境 让其他不同的楼层的邻居 可以更认识他们 然后我们在 那一个年度的灯午节里面 我们就去带着他们 做手作品 我们带着他们做那个香包 然后我们就分楼层 然后去拜访邻居 所以透过这一次的拜访里面 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学会不以貌取人 其实不只是为了颜面损伤者 阳光基金会在2019年时 发布一份台湾民众身体 意向与经验调查 结果发现在台湾 大约每七人就有一人 曾因外貌遭受不友善对待 2011年起 阳光基金会推动脸不平全 期待无论颜面外观如何 每个人都能受到应有的尊重 与公平对待 看一眼叫人之常情 但是如果你盯着看 这就不是人之常情 就叫做不礼貌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不要盯着看 就是被盯着看就是最不舒服的 另外一个就是被过度关心 第三个部分就是过度建议 推动脸部平全 就是不要因为它的外表 而遭遇到不平等的对待 或者是差别的待遇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 为颜孙者推动 我们是希望让每个人知道 其实是基本人权 然后前面的关节 弯起来 对 稍微弯一下就好了 好嘞 然后去推它 尽量用这边的平面去推 意外发生后 于太昱密集接受两年复健 在2016年9月顺利重回工作岗柜 如今只剩双手 还有些许的不适感 他利用工作空档 持续接受复健治疗 像是用这块练习板 可以练习指尖关节的肌力 还有投币练习 也能训练激励与灵活度 对 要移到大拇指跟狮子中间 然后把它投进去 于太昱忍住疼痛 努力修复自己的身与心 他更把亲身经历过的磨难 当作成长的养分 协助消防同仁在面对烧烫伤病患时 建立更专业的应对模式 除了原本本业上面更投入之外 其实你会发觉说 他在针对烧烫伤这个部分 其实他都有去 因为自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其实他更坎同身的时候 去让大家认识烧烫伤的病患 他们自己的心理历程 跟大家可能要怎么去帮助他们 这件事情 不美丽的疤像是勇气的勋章 走出伤痛的大祸英雄 运火重生 在1999年发生了921地震 有人幸运脱困了 却从此活在灾变的恐惧中 最后是如何转念走出阴霾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999年的9月21日 凌晨1点47分 骤然一场大地震 造成全台共2417人罹难 11305人受伤 还有超过5万栋房屋全岛 是台湾伤亡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 而在921季 在当下惨遭活埋的罗维震 虽然最后幸运脱困了 但是20年来 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灾难发生的当下 他只是个高中生 被两层楼重的土石夹埋 无法动弹 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能够透过缝隙 看到一点月光 这给了他求生的意志力 只是最后虽然逃了出来 却活在恐惧当中 直到他把人生中两样珍宝 化为疗愈自己的良方 逐渐走出阴霾 现在甚至还有能力 把这份正能量传递给需要的人 我们已经把它加热到40度 加热过的巧克力浆 顺着手势化出光泽漩涡 随即碰撞在冰凉的大理石板上 在铲刀左右开弓下 瞬间降温的巧克力浆 分子结晶体正在逐渐软变 我们先把它一半的巧克力 我们把它放进来 其实是要跟刚才 我们倒一半 另外一半还很热的巧克力 然后再去把它的温度 再去把它调均匀 然后温度我们会让它降到31度 它吃起来是最好吃 而且是最滑顺的 然后会入口即化 然后它的光泽性是会最漂亮的 经过翻炒 调温的巧克力 可可晶体产生互联反应 变得更加稳定坚固 能让卖相跟口感同步升级 轻敲模具一颗颗落下的 可是心血结晶 研究巧克力长达十几年的挪威症 对手做巧克力的温度掌控极尽讲究 而用来入线的食材 也要千挑万选 不管是一些巧克力的原料或者是内馅 其实我都是采用就是我们普里在地的一些食材 不管是玫瑰花或者是一些香草植物 或水果 柠檬草莓 白香果 我们都尽量都去找有机无毒的 一颗巧克力倒可以卖 其实我们至少都试口 会至少都试过五六十次 不仅支持普里在地有机水果 还特地选用屏东种植的可可果实 自己发酵烘烤再研磨成可可糕 而当初会迷上被誉为上帝饮料的巧克力 还以此为业 竟是败九二一地震所思 从九二一之后到一直创业期都一直很不顺利 就刚好有机会去到了日本 然后刚好亲戚家的旁边是在做巧克力的 我想说我本身也喜欢吃巧克力店 我是不是也来投入这个行业 在开巧克力店之前 柔维镇当过房仲 无奈九二一地震后 南投普里房市一片惨淡 后来想开瓦斯行 原本要开店的亲近农场山区 又在开店前夕被台风摧毁 从人生第一个大灾难九二一开始 这一路上似乎没有一件顺利的事 当时心惠意冷的他到日本三星 待了整整一年 在这期间 儿时最爱吃的巧克力 给了他不少慰藉 只要是巧克力店有没有 我都会去买 应该有两三百间巧克力店 去日本只要有可以上的课 我都有去学习 日本的耐甜度跟我们台湾 因为我们台湾热 所以我们对巧克力的甜 或甜点的甜 我们其实我们会非常的抗拒 所以我回来 到台湾只要有巧克力的店 我也一定都会去上课 他自学摸索了两年 做坏过上百公斤的巧克力原料 总算能精准掌握条文诀窍 加上九二一地震后 家乡埔里百叶萧条 自己创业是当时谨慎的选择 回台湾后 罗威镇改建了九二一灾后 外公家没被挣垮的牛舍 把最爱的巧克力 变成了毕生事业 他的首座巧克力店 除了满足超客味蕾 更是八千多个日子以来 自我疗伤的另类空间 原来1999年9月21日 这场震撼前台湾的大地震 罗威镇并不是旁观者 而是惨遭活埋的幸存者 我其实是习惯是爬着睡的人 然后我就爬着睡 然后我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说 我怎么全身不能动 我身上怎么会那么重 但是我喊救命 我完全都喊不出来 没办法呼吸 回想九二一那一夜 恍如隔世 当年还在念高中的罗威镇 白天才跟同学讲到地震 没想到老天 真的跟他开了一场 最残酷的玩笑 因为我当时是高中一年级 对 然后那天突然就是我们一群同学 我们去吃了麦当劳 然后我们要走上去二楼的时候 我突然就感觉头很晕 我感觉是不是有地震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 是不是有地震 但我朋友就很 就笑了一下说地震你的头 没来由的头晕 已经一度让罗威镇觉得奇怪 没想到当天晚上 竟是他最后一次安心入睡 被楼上的梁打到 其实我已经是昏迷 我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小时的事情了 我吃到了木头 吃到了木屑 吃到了混泥土 吃到了铁金 我才发现说 我们家到了 其实已经被三楼四楼 整个压在我的身上 然后就看出去 我看到了月亮 我心里想说 我一定要赶快爬出来 因为每过一秒 我觉得我身上又更重 睡在二楼的罗威镇 瞬间崩落到一楼地面 身上还压着 两层楼重的断圆残壁 他撑着最后一口气 奋力抽身 那种活埋的感觉就是 一个洞 你被丢进去 然后其实你是土一直 一直把它填满 然后你里面是没有办法呼吸 我其实我身上其实都会蛮多 这种疤痕的手脚 因为我是从那个房子的铁金 我硬把它爬出来的 所以我当时出来其实 半身其实都是受伤的 逃出身天 鱼记有存 在那个当下 看见屋外残破的世界 一度陌生地让他时空所乱 当时出来 就是前面的高楼大校 他其实都是这样 都是很大的起伏在摆动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 爬到一半 他的手已经出来了脚出来 但是他却被压死在那边 所以你会听到就是很多 人哭泣的声音 但你已经不知道是 哪一家的人在哭泣 整个普里街上气味难耐 黑暗 雨水夹杂着悲痛氛围 九二一这一天凌晨 一幕幕景象 狠狠冲击着罗维镇感官 挥之不去 从九二一之后 二十几年了 我到现在其实还是没有办法 很安稳地入睡 地震你被火买过的人 你根本是一辈子 你是忘不了的 有时候你在一个比较黑暗 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 你会感觉就是说 你会感觉连你被火买的那种味道 你又感觉是不是又要重来一次了 但是我觉得我好想我喜欢这些植物 我觉得这些植物它对我的疗愈 没有后我觉得是很加分的 推开玻璃门满园子绿色气息轻浮脸庞 这里是巧克力工作坊之外 另一个让罗维镇得以喘息的小天地 这个是瓶石草 但是它会吸你一些小昆虫 它里面它会分泌那个 类似消化液的东西 然后它会绒毛会倒叉 所以昆虫如果跑进去 它其实它是跑不出来的 这种龟背玉 它其实它原本是绿色的 但这种黄色的 通常都是那种突变种 然后其实目前它现在行情 可能一夜都来到了五万块 但是有时候你也是有钱都买不到 说起植物特性 眉飞色舞 从小就爱摆弄花槽的罗维镇 就算开店再累时间再晚 每天都要播出空档 好好照看它们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多肉 那个差不多种三年 然后其实它会有一个捧花的形状 我就觉得就是多肉植物 它其实它都长得肥肥胖胖的 然后它的颜色有些又很鲜艳 因为这些植物你看着它 你会觉得你的心 就会被融化 看见多肉植物胖乎乎的模样 罗维镇心中深藏的阴霾 正一层层被拔除 它的园子里充满了奇珍异宝 品种越特别的 它越矮 这是火的 对 而且它还会开花 这光品种有13种 有粗的 有细的 有比较偏颖的 有比较绿色的 它叶子是粉红色的 这个其实都是很特别的植物 原本只是单纯用植物装点店面 但游客拍照打卡询问度越来越高 它干脆开辟植物专区贩售直栽 不定时还会开设DIY组盆课程 目前罗维镇搜集的植物种类 至少就有一两千种 然后其实巧克力的叶子 夏天有没有 它叶子会很长 所以巧克力它其实还蛮怕疯的 它跟树葡萄一样花是开在树皮上面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植物 它开花一朵就是一只金鱼 有温度的手座巧克力店 同时也是一座幸福花园 曾因为921大地震身心受创 但罗维镇反而从中 找到了让自己茁壮的力量 这月亮它就是一直在指引我出去 然后我当时我想说 我未来有一天我如果创业的时候 然后我想要找一颗月亮来当我的主灯 对 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个月亮 我会觉得就是说 感觉很像又再重新活了过来的感觉 日复一日在月亮灯下忙碌 罗维镇逐步确认人生价值 即使要全然释怀并不简单 但它已经成功跨出了一大步 就是老天他没有带走你 他应该是有一些事情 要让你继续去完成 我开巧克力店还有卖植物 其实这两种都是很疗愈人心的 把巧克力与植物的知识 带入校园 图书馆和老人社区 罗维镇相信 用一株株正在绽放生命力的植栽 能让每个人从内心发出微笑 也希望手作的温润巧克力 不仅收服味蕾 疗愈人心 也能抚平久而一地震灾后 自己内心内道被深深落下着伤痕 承载苦痛的灾变 淬炼了人生 让他们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方杰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